嗯 超谷和弟弟在聊什么 记住啊 虽然人类都喜欢萌萌的幼才 但绝对不可以 做出违反道德底线的事 嗯 知道了 你先回去吧 少吃些糖 对牙不好 以后有我 我哥哥在你身边 生活不会再苦了 好可爱的小宝贝啊 不愧是兄弟 弟弟的嘴都这么甜 哥哥就更不用说了 弟弟 仓谷是你哥哥的朋友吗 嗯 他是我 我哥哥的晚辈 算是我哥哥唯一的亲人 唯一的亲人 弟弟的意思是 浩瀚在家族里辈分很大 父母早早过世 他年纪轻轻 又当爹又当娘 抚养弟弟 白首起家 虽然身家国异 他一身人静的时候 身边却没有一个智慧 人 弟弟 以后我就是你唯一的亲人 来哥哥这儿 以后哪怕天塌下来 都用哥哥来看 诶 不对啊 刚刚弟弟说 那仓谷是浩瀚唯一的亲人 那他自己呢 你不是浩瀚的亲弟弟吗 我 我 我是 是 那仓谷就不是你哥唯一的亲人 他有你 有仓谷 以后呢 还会有我 走 哥哥带你回家 不 颠妙 是弟弟太沉 还是我太弱了 怎么抱不起来啊 谢谢 我长大了 不需要抱 明明拉着我的手就好啦 哦 弟弟真的好不懂事啊 以后 这也是我弟弟啦 是我的错觉吗 弟弟的眼神是不是有点太成熟了 怎么感觉我才是他晚辈啊 肯定是因为自小没有父母 所以弟弟比较早熟 弟弟都这么早熟了 那哥哥得吃了多少苦啊 心疼老公 过来 明明上车吧 先去你家放行李 然后我们到处转转 这是什么神仙老公啊这么信任我 还没见面就让弟弟先陪我 这种老公我是怎么找到的 不过这句话怎么有点熟悉 我是不是忘了什么 防诈骗王警提醒您 不要带陌生人回家 不要使用陌生人提供的饮料食品 警方上当受骗 天啊 这么可爱的小弟弟那有什么坏心啊 再说了 我怎么可能轻易上当 你们就戴好耳机 一起见证我和老公 天雷沟洞低火吧 一个精神病原著 三只雕出品 倾听漫娱工作室制作 现代玄幻广播剧 网恋老公叉叉碎 第二期 欢迎收听 爹爹 我们到家了 你的行李还挺 我拉开死 天 心 棋 除了换写的衣物 笔记本电脑写出用具之外 居然还有圣经 十字架和圣水 我 弟弟 你带这些是 弟弟 你家是信基督的 只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小玩意儿 原来是弟弟的玩具啊 居然还有个小型密封箱 这里面是 鞋带 还挺凉 弟弟 你是在进行什么角色扮演吗 夜风吸血鬼 真有意思啊 你哥哥养蝙蝠 你又随身带着像鞋带一样的东西 弟弟 这是什么饮料 草莓味的吗 这就是血带 我是个纯血吸血鬼 你这么小就到中二七了 我 让哥哥尝尝 不是 这对你来说 嗯 草莓汁 是草莓汁对吧 嗯 口感有些怪 但 还挺好喝的 既然明明喜欢着改造口味的血液 那就喝吧 只喝一点 应该也不要紧 别拉肚子就好 毕竟人类的肠胃 可能不太适应收拾 呃 弟弟 我现在也是吸血鬼了 好想现在就让他知道 什么才是真正的吸血鬼 什么才是真正的吸血鬼 啊 哎 哎 那个 弟弟 草莓汁 我能再喝一大吗 嗯 好 啊 不行 其实掩盖了血腥味 这毕竟还是生死 在确定这东西 不会对人类身体造成危害之前 绝对不能再让明明喝了 那 好吧 明明 我们出去玩吧 外面应该有很多好吃的 哎 弟弟 别走太快啊 嗯 嗯 弟弟是生气了吗 嗯 他刚刚拒绝的那么彻底 不行 肯定是生气了吧 哎 实测啊 还没和老公见面 我就先抢了弟弟的饮料 万一让老公知道 他会不会觉得我欺负小孩啊 你有想逛的地方吗 明明 别用棒棒糖磨牙 磨牙 我没有 还真有牙印 这附近有商店吗 我们可以去买一些肉干来叫 不用了 我又不是小孩子不需要磨牙 嗯 对了 弟弟 你幼稚园放假了吗 作业做完了吗 丁丁打卡了吗 糟糕 身为哥哥居然没有做好榜样 太丢人了 不过 浩瀚的弟弟真的好成熟啊 就像个小大人似的 小孩子还是应该天真烂漫些 难道浩瀚不太擅长带孩子啊 银泽 查下导航 看看附近有什么好吃好玩的地方 不过 是 以后有我帮他一起带娃 总会变好的 而且 他一定是个好爱人 弟弟 商业中心 准备出发 正在为您规划路线 前方两百米 通过第一个路口合转 有钱人的导航提示音 都是私人定制的吗 好酥啊 弟弟 小朋友呢 就应该快乐一点 你哥哥不会照顾小朋友 所以可能让你很辛苦 以后我也是你哥哥了 会好好照顾你的 你只管开心快乐就好 明明 我的情况有些特殊 以后你就知道了 情况当然特殊 小小年纪父母双亡 哥哥又不会照顾小朋友 无奈只能幼年早熟 真的很令人心疼 我懂 我都懂 弟弟 你今年几岁了 叫什么名字 我们这族的年龄算法 和你们不一样 我比你想象当中大很多 属于名字 叫我弟弟就行 弟弟 弟弟好像对我还有防备 连名字和年龄都不告诉我 不过小朋友嘛 混书以后就好了 没事啊 我以后会和你哥哥一起对你好的 认真开车 认真开车 遵命 在前面停车 明明 你之前说想来游乐园玩 今天正好路过 我们进去看看吧 你怎么知道的 哦 是你哥哥告诉你的 他还让你带我来游乐园玩 不对 你哥的意思是 让我带你来游乐园吧 弟弟真可爱 小孩子会想来游乐园很正常嘛 直接说就好了 干嘛还拿我当借口啊 走吧 我们进去 哇 弟弟 你快过来呀 超好玩的 我都不知道海洋球迟 原来这么爽 妈妈 你看你哥哥哥玩得比他弟弟还凤 你个小男孩 小伙伴也快点进来 小朋友不要这么严肃嘛 我 我去那边和其他小朋友玩 一会儿再来找你 不用担心 有司机跟着我 很安全的 我这是被弟弟嫌弃了吗 好吧好吧 那你去玩吧 注意安全啊 好 这小朋友有点难带啊 浩瀚带着弟弟生活 也不容易吧 你好 你好 一个人吗 我 这人坐得太近了吧 跟他好高 好帅啊 我叫何欣 我看你也是一个人 不如咱们俩解个班 快看那两个帅哥 快看那两个帅哥 哇 其中有一个是混血吧 他们点得好几 好奔配啊 我抖一包蜡条 他们肯定是一对 你没看到那混血大帅哥 看那个可爱小帅哥的眼神吗 那个眼神绝对不纯洁 你看你看 混血大帅哥的手 还偷偷地撑在小帅哥的身后呢 他们的手 眼神饿死了 快快 爬下来烦到群里 好勇爱啊 一起玩海洋球吧 快看海洋球出去了 好玩吗 要不要再抱高一点 我好高啊 等等 兄弟你谁啊 放开我 我肯定是被这天使般的相貌给蒙蔽了 我还没跟我老公见面呢 怎么可能对一个陌生人一切钟情 明明 你这个新世纪的叙事美 你怎么忍心抛下你高大帅气温柔多金的好老公 不不不不不不 绝对不可以 我才不是那种看脸的人 浩瀚对我的贴心关怀和温柔耐心 才是我真正喜欢的 不管她长得怎么样 我都会喜欢她 一起玩吧 游乐园就是要两个人一起玩才有趣啊 刚才的一定是错觉 这个人只是想找个玩伴而已 可 可是 你别误会啊 我只是想玩海洋球 可自己一个人 有点不好意思 你能陪陪我吗 倒也是 这个人看起来没有一米九 没有一米八八了 往小朋友堆里这么一站 还真有点像羊群里的长颈鹿 你怪可怜的 好吧 看你这么可怜 我就陪你玩玩吧 但我警告你啊 别贴这么近 好 谢谢 来都来了 那就好好玩吧 我 真的帅鬼太阳眼了吧 这张 还有这张 完全可以用来做手机壁纸 我可以点评一辈子 抱歉 我们少爷身份特殊 不能拍照 麻烦你们立刻伸出 嗯 好的 谢谢配合 如果之后发现你们刚才拍的照片流出 我们会追究责任 请你们不要以身视线 刚才那个人 怎么是累了 我死了 现在天上都能随便吊帅哥了吗 几分钟真的竟然能看到三个 三个 少爷的绝美爱情 就由我来守 这个孩子穿舌也太高了 我还以为活不过今天了 不怕不怕 以后我们不玩这种项目了 要不然 还是回去玩海洋球 算了算了 我头晕 现在听到孩子我就想退了 那 淘气宝呢 矮人矿车 旋转木马 爸爸我也要跟那个哥哥一起玩淘气宝 多大人了 还玩淘气宝啊 你当我几岁 我才不要玩这么幼稚的项目 嗯 你不喜欢 但我想去啊 你陪我一起好不好 好吧 那我就勉为其难 陪你去吧 哇哟 借着我借着我借着我 好 这也太好玩了 你怎么不上去试试啊 是怕丢脸吗 来来来别害羞 我陪你一起丢人 上面特别好玩 好 哎 干脆这样爬过去吧 和香 你跟着我啊 好 我就跟你说这个话题好玩吧 是不是后悔没有多玩几次啊 小哥哥 你们是一对吗 你爱人是混血儿吗 好帅啊 不是 我们并不说 难道还在暧昧气 谢谢你陪我玩了这么久 不过 我是带着爱人的弟弟一起来的 现在我该回去了 你有爱人 他 他不会真的对我有意思吧 糟了糟了 该怎么跟老公解释啊 我竟然跟一个对我有意思的陌生人玩了这么久 我不清白了 老公 对不起 我糟了 对 我有爱人 对 我有爱人 巧了 我也有爱人 还好还好 等等 他这是在叫板吗 是在炫耀爱人吗 这我可不能说 我老公一定是最厉害的 哦 爱人大家都有 但我的爱人尤其贴心温柔 对我特别好 比很多人都棒 是吗 可我不觉得 我的爱人可爱善良活活乐观 他才是最好的 来了来了 这人果然是在和我比爱人 论颜值我比不过他 但比爱人的话 我绝对不能说 我家老公天下第一 round one 哦 是吗 但是爱人啊还是得贴心才行 可爱善良能吃吗 活泼乐观有用吗 生活需要的是温柔和陪伴 这点我爱人做得非常到位 round two 哎呀 哎呦现在几点了 你看我爱人送我的这块表真好 这么远都能看得清时间哪 其实我也有和爱人一起待的表 但是在车里没有待会 哦 那是爱人送的吗 哎呀 这如果不是爱人主动送的呀 就算是情侣表也没有什么意义呢 好 好吧 我输了 的确不是爱人主动送的 是我送他的 K.O. 轻松抹杀 好了 拜拜 我要去找我爱人的弟弟了 时间还早 不如 一起吃个饭 嗯 也行吧 我带上弟弟一起 好 我去一下卫生间 你等我一会儿啊 我陪你一起去找弟弟 行 你送我的手表 今天帮我赢了一场比拼 你真是我的好老公 司机大哥 你怎么没在弟弟身边 他人呢 他和其他小朋友一起去吃饭了 让我过来告诉你一声 您不用担心他 我知道了 你快回去吧 千万别离开他身边 对了 大哥 我们交换一下手机号 有情况一定要随时告诉我 好 好了 你快回去弟弟那边吧 千万看好他 是 小朋友好难带啊 走吧 陪你去找弟弟 不用了 弟弟大了 又不得哥哥喽 那咱们走吧 吃饭去 你想吃什么 鸡手 不行 你不能再吃快餐了 在游乐园 我就看你吃过棉花 糖 三明治 花朵小饼干 和一大堆垃圾食品 你好啰嗦啊 快餐没营养 有热量高 要不然试试别的 西餐怎么样 和快餐差不多 还比快餐好吃 只是吃顿饭而已 行吧 吃什么都行 我不挑的 那就吃西餐吧 有餐后甜点 你应该会喜欢的 我这是被当做小孩了吗 其实 我对于甜点 也不是太执着的 真的吗 我不信 我 走了 我还想再吃一个布丁 您好 这边再来一份布丁 好的好的 这真的是最后一个了啊 再要我也不会给你点了 不然晚上你肚子会不舒服的 来份情侣套餐 好的 我爱人都没有管我这么多 你没听说过 真男人 话不能太多吗 是吗 当然了 而且我爱人对我言听计从 我说的东西他绝不往昔 哪像呢 话多管的也多 我猜你根本没有爱人吧 我当然有爱人 而且他应该很喜欢我宠他 您的布丁 给 真的是最后一个甜品了 我自己付钱 谁付钱都是最后一个 饮食不健康啊 得管 可身为弟弟 能管得住冥冥吗 嗯 不能等了 得尽快跟冥冥谈吧 你还有事 对不起 冥冥 我得跟你坦白一件事 你 你怎么知道我叫冥冥 我好像 没跟你说过我名字吧 啊 其实我是浩瀚 你怎么知道我老公名字 你偷看我手机了 我真的是浩瀚 你有病吧 我 明明 是我 是我 你送我的手表 今天帮我赢了一场比拼 你真是我的好老公 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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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不不不 一定是我打开手机的方式不对 对 雪先生 请 弟弟在车上吗 这里有人冒上代歌 他不就是 先上车再说吧 这 难道 他真的是我老公 弟弟呢 还在跟小朋友一起玩 明明 接下来我要说的话 你可能很难相信 但我还是想对你坦白 我不想因为一开始的不真诚 影响我们之间的感情 怎 怎么往这个方向走啊 不去接弟弟吗 明明 其实我是雪族 也就是你们人类说的吸血鬼 我的真实年龄已经接近百岁 但我们雪族有种能力 可以随意控制自己的外貌 幻化成各个年龄段的模样 所以 弟弟是我 核心是我 从一开始 就全都是我 救命啊 网练的时候可没发现浩瀚还有中二病啊 虽然事实很难让人接受 但是明明 我希望你能相信我 算了算了算了 有病不要紧 我不嫌弃你 我 算了算了算了 有病不要紧 我不嫌弃你 我 我 我们真的不用去接弟弟吗 跟我上去 我给你看 什么 什么 给我看什么 是不是有点太快了 我终于要坦诚相见了吗 天雷沟洞地火什么的 我只是叔叔而已的 我 我还没有准备好 原来 我是在做梦 我 月光 停泊在 我的屋檐 床下晚风 偷听 故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将落在我窗前 神保黑夜亮起翻新点点 当视线重叠的瞬间 听见你许下誓言 心愿获人视线 当钟声在午夜盘旋 我睁开了双眼 跟着你漫游到星河边缘 听心跳温柔的沦陷 浪漫融进了血液 陪我直到永远 Zither Harp 星光起落在你的春间 窗下晚风喊然睡在枕边 故事未完结 明天再相见 祝愿你我今夜好 梦晴天 本来以为变成小孩子 可以让人类放松警惕 便于隐藏血族身份 没想到闹了这么大一个笑话 其实 我原本可以找个借口 说弟弟回家了 再以浩瀚的身份和你见面 但是我不想骗你了 我的冥冥虽然看起来乐观开朗 但心里其实也有自卑敏感的一面 别有用心的接近 只会拉开我们之间的距离 我堵不起